选择五项属性其中的三项进行生存 不同属性对应的结果不相同 最后能否打败三只黑龙呢 能够在生存中选择属性 岂不是开始就开始咱们的开战人生 那可不嘛 我来吵吵都有一些啥属性 武力 智力 魅力 健康和运气 看一眼我都知道要选啥啦 生存里必不可少的一定是武力 智力嘛我自己有根本不需要 剩下的就选魅力和运气 我认为啊健康才是首要的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 其次就是武力和智力啦 像魅力和运气那些 外在不稳定的东西才不重要呢 啊 我生命值怎么才50啊 总不能心天要走一半的血量吧 哼哼 要你不选择健康 我不仅啊有100的血量 还有翻倍的会写速率呢 接下来生存 你就跟在我后边狗着吧 天 我是50血不是5滴血 哼 就算5滴血我一样都生存下来 除非有一堆怪物我才招架不住 我这乌鸦嘴 怎么真出现那么多野怪啊 你们都是追我表姐啊 进追我干啥 哼哼 这还用说嘛 但是你的魅力招惹他们过来的啦 看小宝妹 你要选择中看不中用的书信啊 我可以小心选择吗 世上哪有那么多后悔要吃 现在只是生存刚开始 我们先去收集新属材料吧 没想到吃力的效果是掉落物的三倍耶 这简直就是事半三倍呢 可给我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让我看看 描写描写 我这运气属性也选的不赖 挖着矿石会将矿石的稀有度提升一击 也就是我挖铜合金直接暴命银呢 那这个属性 真是选的不亏 怕咱们省去了不少时间和力气 接下来咱们去雨林弄点装备 谢谢导佐 我们在外边就可以做出钛合金套啊 你忘了你脚下正中间有一块钛合金块了吗 挑战你来人才一边二二边四 我们就有用不完的钛合金啦 不错不错 想要表妹的脑袋赚得是挺快的 那咱们开始吧 表妹接着 OK 现在有了钛合金套中 进去雨林什么样 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活泪啦 没有 这雨神神怎么光追着我打啊 这该死的魅力也太大了吧 我心 这野怪就是那样来臭美一下 雨神神就交给你了哈 我能去旁边收花点饿资 咱们去上边挖掉这两只银块 这可是合成武器的关键材料 打黑龙分阶段还是得用火箭筒这样的高科技才行 让你追我让你追我 看我不断了你尊重核扇包 你尊重核扇包 你尊重核扇包 你尊重黄扇 你全教的是黄扇 火箭筒的导弹也知道好了 小白妹咱们出发去挑战黑龙吧 小小黑龙出来接受挑战 你们一个不注重健康 一个不注重魅力外表 还不穿防御最强的无尽套就来挑战我 真是不自量力 臭黑龙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血量低点 造年恩就不需要满状态 是啊 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的不舒服呢 居然说我丑 那我就得好好地请你吃上一队 导弹套餐才行 打我这么狠 我让我二哥出来教训你们 是哪个网络独弄你 三弟 原来又是你们姐妹俩 三弟 我来替你报仇 好好好 三弟我尽力了 还是让咱大哥来报仇吧 什么 我二弟三弟都够带了 你这些可恶的玩家 三友姐 原来你们都选了五粒属性啊 都怪我这三弟的嘴 明明一个魅力之拉马 一个拥有健康无敌的身体 两位女侠 可以放我一马不 抱你一马多不好啊 你三兄弟虽然不能同年同日同日生 但我可以帮你们完成同年同日同日狗蛋啊 你一起去吧 我们来一 �弹衣吧 我们去吧 有马来吧 我们来不走 我们来不走